我最討厭遇到很臭的跑步狂 他們跑過的風都很臭 但速度上你又跑不贏他 過程中常遇到有人打嗝 發出濃濃菜味 於是我也不甘虛弱的從屁股排氣 完全是去洗澡 加減賺一點水費回來 大家好我們是三個馬瓜 我是小兵 這也是VS Media 想觀眾人看見你嗎 歡迎來投稿投稿聯絡菜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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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比美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我在健身房的經驗 大概在六七年前 健身的風氣突然就興盛起來 以前不吃飯只喝下午茶的網美 現在都要健身完再去喝下午茶 而網上則是要在瘋狂健身後 拍一張金牛排的照片 在這般風氣之下 我也開始覺得運動是一件重要的事 我當然知道運動有不花錢的方法 像是去國小操場或是公園跑步都可以 說到在社區運動 我最討厭遇到很臭的跑步狂 他們跑過的風都很臭 但速度上你又跑不贏他 你跑一圈他可以跑三圈 你就一直被臭 一開始我也是很怠惰 後來我想說如果花了錢 人就會逼自己運動了吧 的心態爆明了健身房 第一次踏入健身房 我其實不知道要怎麼穿 也沒有想很多 我就穿了一件寬鬆的T恤 配高中運動褲 還怕流角汗搭配了運動襪 唯一用心的是我買了運動內衣 所謂的運動內衣 就像熱壓三明治肌一樣 塞多少料都能被壓扁扁 胸部被壓扁就不會亂晃 健身房是為了讓人體 太一個完美的空間 到哪都有鏡子 你一踏進去 就會發現自己是 最狼狽的那個 第一次去我什麼都不會 自然也不會操作器材 所以我就像個變態一樣 在旁邊觀察別人怎麼使用 健身房主要有幾種人類 第一種社區長輩 大多是來看劇加減踩腳踏車復健 第二種來重訓的 他們專門來鍛煉肌肉的 常常只會在重訓區活動 地上會把一罐混濁的蛋白 而一般民眾更想集中在跑步機上 身材高矮胖瘦都有 通常跑一下就要滑一下手機 拍照證明自己很努力過生活 HASHTAG JUGGING HASHTAG LIFE 由於我買的是全包的會員 當然要上幾堂課才划算 瑜伽教室跟健身區的族群完全不同 大家身材都凹凸有致 而且幾乎都穿著專業的瑜伽服 我很明顯是無從進來的 大家不僅身材好 柔軟度也很好 現場面目最猙獰的就是我 再加上我耳朵不好 常常聽不懂老師說什麼 一邊做動作 一邊又要抬頭看老師怎麼做 我覺得好吃力 瑜伽是能讓肌肉完全伸展 與放鬆的運動 過程中常遇到有人打嗝 發出濃濃菜味 於是我也不甘示弱的從屁股排氣 Namaste 除了瑜伽我還上過飛輪課 但我就只上過一次 因為我的體力完全跟不上大家 中間的老師會不斷push 後面幾次我都是假裝暗暗地 其實是最用最低檔的速度在起 上一次飛輪課讓我躺了三天才有辦法再踏出家門 為期一年的會員 中間也有遇到強迫推銷的教練 騙你做完測驗後 用委婉的方式羞辱你 於是我擺出我就爛的態度 堅持不埋課程 本來只是想稍微鬥一下 就非其次 沒錯 有動就好是我的核心理念 一開始我一個禮拜會去兩次 每次運動一小時 到後面我一個禮拜只去一次 而且我只跳輕鬆的汽水座 甚至有時候專程是去洗澡 加減賺一點水費回來 到最後三個月我一次都沒去 特地買了瑜伽墊被我當成午睡墊使用 不是說健身房沒用 只是你不能用勒索自己的方式逼自己運動 要讓自己喜歡運動才能持之以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